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中共確實嚇壞了 公開表示最怕的是這個 綜合報導 內部消息 曾克強踢走習近平 中共政策加劇貧富差距 習近平共同富裕欺人變自欺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16號 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確實嚇壞了 公開表示最怕的是這個 9月16號 中共《解放軍報》發表文章 題為《構建堅不可摧的精神長城》 按照中共文章要反著讀的特點 該標題顯示出中共在奪取了政權70多年之後 對於民心所向相當不樂觀 這一點在文章中有著更加清晰的說明 文章強調 在中日甲午戰爭中 當海戰前線告急時 官府貼出駐官抗日可免三年前兩的告示 但普通百姓置身事外 鮮有人回應 看上去這就是中共高調宣傳所謂 構築堅不可摧的精神長城的真正原因 恰巧的是阿波羅網8月30日剛剛發出的一篇報導中 大批中國民眾表達的心聲 和當時的民眾驚人的相似 甚至比那時走得更遠 報導標題是《嚇死中共 王有平 帶路 終於可以報仇血恨》 在一則視頻中 中共將領金一南痛心疾首的介紹 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時 老百姓是如何為聯軍帶路瞭望架梯子的 結果這個所謂國防教育視頻的評論區再度大翻車 數萬網友點讚了這樣一條評論 一個國家的強盛 只有老百姓過好了 祖國才是強大 國泰民安 還有網友說 百姓對於大清的恨早就根深蒂固了 八國聯軍是一個契機 一個百姓終於可以報仇血恨的契機 敢怒不敢言到一定程度 就會引發這種排山倒海的態勢 一位網友這樣寫道 幹得漂亮 誰說韭菜不知好歹 地上的是梯子 展現的是良知 還有網友幽默地說 老師天天教小朋友 歡迎歡迎 熱烈歡迎 敲鑼打鼓 滿臉笑容 網友們的評論形象神動 可謂躍躍欲試 摩拳擦掌 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20週年之際 中共《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到中流積水 又逢甲午論改革》的文章 署名解辛平 其中同樣提到了《普通百姓置身事外》這一幕 文章中描述的一種景象更加完整 大廈江青 江山風雨飄搖 蜻蜓醉生夢死 苟且投鞍 海上決戰 定遠鎮遠兩艦主炮 只有三枚炮彈 軍費吃緊 大小官員卻貪腐乘風 大肆撈錢 家裡金銀滿香 旅順陷落 血流成河 失極如山 前線告急 官府貼出告示 許諾駐官抗日 可免三年前糧 但百姓置身局外 鮮有人響應 然而 和當時的腐敗相比 中共今天的黨管一切 全面控制一切社會資源 以及大大小小的貪官 無不讓清朝的貪官黯然失色 內部消息曾克強 踢走習近平 中共善於藉口傳聲 這在歷史上也是很有實力的 沒有中共內部的消息人士 外界連關於中共高層政治的謠言也無法得知 於是乎 中共從自己的政治黑箱中 反而獲得了一種信息優勢 只要它露一絲信息出來 外界都如獲之寶 美國之音發表了特約評論員吳國光的文章指出 正如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鍾澤科爾撰寫的報導稱 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上遭到中共元老們的斥責 這是習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的原因 文章認為 中共政治不僅具有信息封鎖的特點 它還具有製造虛假信息的巨大能力 以洗腦為目的的中共宣傳所散布的信息 很多都是虛假的 真相被扭曲 歷史被篡改 文章說 客觀上 關於高層權力和治國路向之爭 元老批評習近平 習近平要被趕下臺等這類內部消息 對中共有至少兩大好處 第一 這有助於轉移人們 對關乎民眾生存的重大事物的關注 特別是在災害發生 官府爆出醜聞社會經濟政策失敗等的背景下 這些年拿個歌星藝人做祭品來轉移輿論焦點的做法累累發生 不過 這大體只對國內輿論有效 國際輿論誰知道 誰在乎那些只會撈錢的中國歌星和藝人呢? 還是高層權力鬥爭這個戲碼抓眼球 再說 關於這類戲碼的信息 一旦出口轉內銷 那就更有價值了 第二 有助於增加人們對於中共政權的希望 不難發現 相關傳言中 有個以以貫之的調子 那就是總能在中共高層找到什麼人物 被視為解決當軍中國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 這些人物的實際政治傾向 根本不再考慮之列 於是李克強 宋平 曾慶紅 乃至薄歇來 劉亞洲 都能被賦予挽救國家 挽救黨的神威 說來說去 過去是私人幫作惡 如今是習近平混蛋 而解決問題還是要靠中共這個黨 既然人們對高層某些人抱了希望 來自社會層面對目前當政者的壓力也就相應減輕 不許咱們反抗 人家宋平 曾慶紅已經看到了問題並在發力 我們黨從來都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的哈 等你知道實際結果不是李克強替代了習近平 而是習近平踢走了李克強 黃瓜菜早就涼了呢 那好吧 一年之後 消息人士告訴你 現在還有個曾克強如此循環並回覆 中共政策加劇貧富差距 習近平共同富裕7人變自7 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多年來一直強調的說法 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更是不斷提及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表 不過最新的統計數據卻顯示 中國的現實距離均負越來越遠 繼青年失業率創新高 大型房地產企業嚴重資不抵債之後 中國當前的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1985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點 美國之音稱 日本經濟新聞引用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指出 中國城市地區個人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現實最富有的20%城市家庭收入 以等於最窮20%家庭的6.3倍 且目前20%富有家庭在2022年的所得收入 較2021年增加4.5% 相反最窮20%城市家庭收入 按年僅增加1.3% 令貧富差距拉得更大 農村的情況更為嚴重 最富和最窮的兩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最高達9.2倍 瑞銀集團及其子公司瑞信的報告顯示 目前中國最富裕的1%人口 掌握著全國超過31%的財富 分析指 中共面臨龐大債務問題 是擴大貧富差距的原因之一 因為擁有龐大資產的富裕家庭和企業 可受益於延遲處理債務所產生的利息 而貧窮人口和小微企業面對經濟下滑卻手足無措 專家指出 另一個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的原因是中共政府對貧窮問題的處理手法 是口惠而實不至 日本經濟新聞分析道 過去三年 在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下 餐飲 旅遊 娛樂等服務業從業人員失去工作和遭到減薪 也因此導致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6月的青年失業率達21.3%的歷史新高 曾擔任青海政協委員的光傳媒創辦人王瑞琴 直言中共政府根本沒將改善貧窮老百姓的生活放在考慮重點 他說:「在美國若失業了 就會納入政府的保障網內 但如果在中國失業根本沒有人會幫助你 於是生活過得越來越困難 中國獨立經濟學者龔勝利認為 中共國企由政府撐腰而汗烙飽收 很多東西都不透明 而中小私企及其職工 卻只能隨著經濟形勢的波動而起伏不定 這也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的重要原因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回到污止